西洋天后 碧昂斯于今年5月展开了世界巡回演唱会 会为7年回归舞台她 献出了十足的诚意 不论是舞台效果 歌单或是她的表演造型 都投入了许多心血 让歌迷们大呼满足 日前碧昂斯到华盛顿开场 演出当天却下大雨闪电 主办单位不得不将演出延后 并呼吁粉丝暂时离场 然而歌迷们为了不错过演唱 不惜及在有限的空间内避雨 而演唱会最终延迟到晚上10点才开始 即便大雨持续落下 但毕昂斯以及舞者们人貌与表演 敬业态度令人钦佩 演出在大约凌晨12点15分结束 早已过了地铁的营运时间 而贴心的毕昂斯 四套腰包支付了台币320万 让98个地铁站加班了90分钟 好让粉丝们顺利回家 男举让众人感动直呼 真的没有爱错人 男举 forced工作 自然而个途外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